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面对他所遭受的苦难 非常清晰 非常直接 那是真正的中国人的气节和男人 男人应该有的那种风范 那我们看到的这一份风范 我们能够理解到这一切 他所遭受的苦难 正像在所有报道当中 他遭受的苦难是因为他替那些法轮功学员打官司 在2006年 05年 在迫害最严重的时候 在对法轮功侮辱最最漫步天日的时候 他能站出来 那我问今天所有的朋友 是什么样的力量促使他 因为替法轮功学员而遭受的迫害 而今天他却坚持下来 他却认清了中共本身邪恶的品质 这是应该所有中国人 如果你看我有缘看我节目的话 你要面对的这个问题 因为很多朋友愿意看我的节目 但不太愿意我提 在节目当中提到法轮功的内容 而今天高之声律师是因为这样的内容 而遭此残酷的迫害 那作为每一个正常的人 愿意自己灵魂清晰的人 就应该直接面对这个问题 面对一个你曾经不认可的问题 是一个男人应该有的气节 是一个人应该有的能力 是这历史的必然 没有这样的气节 你走不了未来去 这是做人的准则 这是摆脱高级动物思考之方式 和观念的一步 如果没有这种灵魂的 上下生命的连带 我们看到的是非常荒谬的场面 现实中我跟大家讲过 习近平访美 是今天非常重大的新闻事件 但是在访美过程中 只要共产党存在一天 你就会看到 让他很难舒展的场面 BBC有篇报道 文章题目这么说 习近平会见中美科技领袖 说没有开放就不会有进步 参加会见的人 包括亚马逊的老板 包括苹果的老板 那其实还包括中国的马云 还有百度的创办人 以及联想集团的老板 习近平在会谈中提到 中国最近的经济问题 正在采取措施以解决 他相信中国经济的基础 就长远来说是好的 那在我看来 这都是外交辞令 那非常有趣的是说 美国的前财政部长鲍尔森 在习近平公开谈话之前 主持了一场由超过30名商业领袖 参与的闭门会议 值得注意的是 被美国封锁的推特 Google和Facebook的代表 都缺席了这场会议 那让我感到非常有趣的 就是这张照片 习近平在参观微软企业区时 与Facebook的行政长官会面 照片是正面的Facebook的老板 那习近平给了一个后脑勺 我说他非常有趣 就是非常有趣 Facebook是在中国被封杀的 对吧 那YouTube Google是在中国被封杀的 有很多朋友在我的节目当中留言说 说陶哥如果你的节目 如果YouTube打开了 你节目在中国播三天 可能就很多事情就完全改变了 那我不知道 我没概念 但是我们知道 任何一个正常的人 你只要你想恪守人性的话 你必须抛弃中共 这是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 就像高志胜律师在他的文章中所表述 而在国内的微博上 自由微博上 有一个照片 习近平会晤境外最大的反动网站的负责人 引用的是同一张照片 如果你查Facebook 如果在国内会说 根据当地法律法规部分搜索结果 404notfound网站负责人 那换个角度来讲 今天的执政者 建了一个违法的 在中国会违法的这么一个人 所以我跟你说 共产党存在一天 你想按照正常人的生活 你都是违反法律的 这就是共产党的邪恶之所在 共产党存在一天 你想按照一个正常人 正常的生活 你就违法了 违法了共产党的法 因为它是高级动物的法 它不是人的 尽管表面看起来 是个人样 那再过一两天 习近平要跟奥巴马会面 而中间最大的冲突 就是网络攻击 网络黑客的事情 结果法广地转载了一篇 在美国刚刚登出来的 有关中国黑客的内容 文章题目这么说的 最新的报告暴露 中共解放军与黑客组织有关 而暴露的媒体 同样是华尔街日报 24号引述了 美国网络安全资讯公司 最新的报告说 一个名叫 葛新的黑客身份报露出水面 它隶属于中国解放军的一个侦查单位 透过葛先生 美国的专家找到了中共军方 780202侦查单位 和一个名为叫做 Nike黑客组织之间的关系 那我相信这是美国人有备而来了 他不是恰在这天才发现的 他一定是早发现了 只是在这个书登出来 为什么 因为25号星期五晚上 奥巴马要举行国宴 欢迎习近平 选在星期五晚上下午 是因为所有的政客都下班回家 这是举行国宴当中 从来没有过的事情 所以这是我们看到这种对立的氛围 而对立的内容 最关键的内容就是网络攻击 而美国已经把对美国境内的网络攻击 视为对美国本土的攻击 是战争行为 美国已经建立了 直接针对这种行为的军队 用共产党的话叫保家卫国 用共产党的话叫保家卫国 文章提到 这份发自昆明的报道指出 最近网上流传一封电邮 对任何有兴起研究 南海政局的学者或者专家而言 有着极大的诱惑性 那这封以微软文字形式流传的电邮 里面不但有文字还有照片 显示出泰国海军抓捕了一批越南渔民 并且用枪恐吓渔民下跪 但是当你打开这个文档之后 一个恶意的软件会侵入你的电脑 将电脑内所有敏感的资料 通通送到互联网世界的一个暗角 而管理这个暗角的人 网络咨询公司专家认定 是一个叫葛新的人 他隶属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侦查单位 那我相信这种事情 有些朋友认为这是正常的 国与国之间的行为 没错 包括德国的总理默克尔也曾经被美国窃听过 这是事实 对吧 那我觉得有趣的事情就是 这样的事情的发生之后 如何面对如何处理 这是我认为有趣的事情 专家讲 葛先生并非是典型的黑客 他是一个经常发表类似论文的学者 研究泰国政治 经常在中国社交网站上贴文章 最近还当了爹 比较喜爱踩单车 单车变成了运动健身的工具 不是交通工具 那在中国是个很大的变化 平常开一个德国车 偶尔发表批评政府的文章 但他真正的不为人所知的活动 是与一群中国的黑客有着密切的联系 而这黑客攻击的目标是美国 最后他总结提到说 我们所看到的就是 中国的黑客入侵 是一个非常草根的模式 他们拥有很多的族群 而上头则鼓励他们尽其所能 在网络上收集情报 那华尔街日报在这个时候 披露这个详细的内容 是为了明天 奥巴马与习近平会谈时 打基础的 那我个人还是说那句话 当你抱着共产党 当你无论是被迫的 还是主动的 你只要抱着共产党 你在现实人的环境当中 你就是个高级动物的表现 因为你没出路 这样的表现 自然会被正常社会所唾弃 也自然你会遇到很大的麻烦 原因很简单 不用说高级动物了 那动物园到点还得关门了 是吧 如果动物园都到点关门 跟人得隔开 那你说高级动物会怎么样 这事儿我不太理解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请不吝点赞